大家好,我是南妹 相信很多朋友不知道早餐都吃什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早餐的独特做法 出锅特别的好吃 而且也是营养十足的懒人做法 全家人都喜欢 首先准备一个西红柿 对半切开以后去掉硬芯 然后改刀切成片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小青菜切成段 青菜根据个人的喜好来选择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点小葱 改刀切成葱花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锅中加入少许的油 下入切好的葱花炒出香味 炒香后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然后加入一勺盐 一勺鸡精 少许的白胡椒粉 充分地搅拌均匀 然后开大火烧开备用 接下来我们在碗中加入三勺面粉 打入两个鸡蛋 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然后少量多次地加入清水 边加边搅拌 一直搅拌成面糊 最后搅成这样的粘稠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再准备一个小碗 打入两个鸡蛋充分地搅散开 搅匀后放一旁备用 锅中水烧开以后下入西红柿 青菜也加进来 然后准备一个漏勺 把面糊倒入漏勺中 最后让面糊滴入锅中 这样就形成了漂亮的面鱼了 面糊放完以后 用铲子轻轻地推动 让面鱼受热更均匀 大概煮两分钟 把面鱼煮熟 一直煮至全部浮起来就可以了 看一下 这样做好的面鱼特别漂亮 营养丰富爽滑 筋道又Q弹 然后我们把鸡蛋液淋入锅中 鸡蛋液往水开的地方淋 再用铲子轻轻地推动 这样就形成漂亮的蛋花了 最后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西红市面鱼汤就做好了 面鱼爽滑Q弹 营养丰富 汤鲜味美 开胃又好喝 而且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天气越来越冷了 做上这么一锅 喝起来暖心又暖胃 全家人都喜欢 如果你也喜欢 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点我头像 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视频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